自西方對俄羅斯展開制裁後 大量車子品包括名貴汽車 在運往俄羅斯途中被扣押 有歐洲國家希望將這批車子品變賣 用所得的收益支援烏克蘭 但這樣做是否可行呢? 又陳永說下 在比利時斯布魯格港口 這個陣容的名貴汽車價值超過1500萬美元 他們因為俄烏戰爭俄羅斯被經濟制裁而被扣押在這裏 200億美元的俄羅斯資產 我們還有其他貨品被隔禁 現時有2500萬美元被隔禁 為更多研究 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不斷增加 一些歐洲政府官員期望將資出售 籌款還在烏克蘭 但歐洲議會司法官員指出 這樣做需要符合法律準則 這個過程雖然不短 與俄烏戰爭一樣漫長 只見傷亡殘破 而未見終點